剧情依能接受被网友群嘲 为何却接受不了美妆博主对自己的吹捧 2020年剧情依怒气冲冲地将一位美妆博主告上了法庭 理由是该博主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权 并要求博主赔偿40万的侵权费 原来是在一年前 这位名叫花叶彩大王的美妆博主 曾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过一篇 分析剧情依发行的文章 但与别的以嘲讽为主的文章不同 该博主不仅夸奖了剧情依的造型 还称赞拘禁一的今天条件很是优越 可这一秒文章刚发出 下一秒博主就收到了拘禁一的律师函 因为在文章中 花叶彩为了佐证自己的论点 将拘禁一的一张美照稍作了一些处理 从而引起了拘禁一的不满 要求花叶彩赔偿并道歉 双方也因此对不公堂 可法官的眼睛是血亮的 法院一审判定博主并不构成侵权 因为侵权的前提是抹黑对方或有商业盈利 所以就驳回了拘禁一的所有要求 然而败诉的拘禁一并不服气 又一次提起了上诉 可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更加巧合的是 就在一审结束后 花叶彩大王的账号就莫名其妙的被疯了 朋友们也很自然的将这一切 联想到了拘禁一的身上 眼看正主形象受损 拘禁一的粉丝坐不住了 分分出来解释说 拘禁一的肖像权归公司所有 一切行为都是公司的错 但事实上法律早有规定 公民的肖像权归属于个人 并且在拘禁一的判决书中 上诉人一行突然写着拘禁一的名字 真像是什么 大家自然是心知肚明 而这件事之所以闹大 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拘禁一的偶像抱负太重 看不得别人评价自己 可作为公众人物 在获得名利的同时 也应该对接踵而来的讨论 有一定的容忍义务 被口海男公然侮辱 还笑意隐隐地和对方唱甜曲 拘禁一是有一个多强大的心象 2018年RAP江云生在一场直播聊天中 突然口出狂言地说道 用词粗鄙不堪 可谓是非常不尊重女性了 而被羞辱的拘禁一 却完全没有讨伐对方的意思 甚至在2021年 传出要和江云生合作的消息 一时之间 网友们纷纷为拘禁一鸣不平 联合声讨江云生 迫于压力的江云生 只能出面道歉 表示是自己口无遮拦 可惜看这篇道歉信 江云生不仅真私未提 给谁道歉 还将自己的错误 归结于哈圈文化 可谓是毫无真诚可言 而反观拘禁一 不仅时不时地遭受到 江云生粉丝的网报 还在事发后 全程配合新歌的发行 推广 没有一句怨言 但也有人表示 作为选秀女出道的拘禁一 或许是根本不敢有怨言 拘禁一虽一直是公司力捧的宠儿 可公司内部的竞争 向来很激烈 并且公司也在不间断地 培养着新人 可以说 拘禁一这边发脾气罢工 那一边公司 就已找好十个新人来替补 并且拘禁一出道以来 虽然颜值始终在线 可名声不是很好 业务能力也让人不敢恭维 所以面对这样一个下头男 拘禁一再恶心 也只能忍着 再讨厌 也只能憋着 这个座位 明年一定是我的 被无脑队友当作假想敌 拘禁一到底是该哭还是该笑 2015年 拘禁一和队友受邀参加综艺节目 当被主持人问到 最不想和谁一个团时 成员们纷纷指向 坐在后面的李一彤 然而引起公分的李一彤 不禁不反思自己 还气急败坏地将手指向了拘禁一 并在主持人问及原因时 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但是这时候 一则新闻出现了 这个新闻一不小心 把那个 我的定装 就那个公司照是吧 当成了他整容前的照片放出来 然后并且说 拘禁一整容前就长那个样子 看怎么脸有些圆 要知道 此时的拘禁一 长身陷整容风波 李一彤的这一戏话 无疑是阻止了拘禁一整容 除此之外 李一彤更是在各种场合 内涵拘禁一 在脱口销的舞台上 李一彤是这样解释 自己和拘禁一的差距的 那第一名哪里比你强呢 有的啊 他的站位比我好 简安就是说 有功夫内涵别人 还不如好好提升一下 自己的能力 可已经把拘禁一 当成眼中钉的李一彤 偏偏不 甚至花大心思 改编另一首歌 来骂拘禁一 在歌词的最后 李一彤这样写道 为了避免以后麻烦 博美叫做ACE 她的全名十分难念 我不想再说一遍 博美是一种小心犬 ACE则是团体里的第一名 或王牌成员 而当时拘禁一 恰好是团里的第一名 并且名字正好 十分难念 可随后 李一彤就发文解释道 自己不是这个意思 这样写只是为了押韵 可除了李一彤的粉丝外 又有谁会相信 一个有前科的人呢